然后也没有关系 我其实在我心里 什么轻声的不轻声的 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我跟你 是有血缘的 没血缘的 这么多年 咱们的关系 不就是因为钱的事情吗 对不对 听一下妈妈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跟你说这些 从那天晚上吵架之后 我就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问她要一分钱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把她的身世告诉她 我就想着 她已经年纪大了 年纪已经是成年了 那告诉她也无所谓了 可是为什么要选择 在你们关系闹僵的时候 她听不进我的劝告啊 以后我也知道 她也不会跟我联系 我也不会找她要钱 把这个身世告诉她了 我就算了 我就这个意思 那算了 那你找到这里来的目的 又是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不要打断我说 我就是想问你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跟我和好 麻烦你清楚地认识到你自己 我还是可以接受你 但是如果说 你是来到这里跟我吵架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 现在是你 你跟我在吵啊 我没吵啊 你哪一句不是埋怨啊 哪一句不是埋怨啊 在你的眼里面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不关我做戴斗的事情 你都是慕恩 你都不会自主 你都会觉得 哎呦 我从小到大 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从小到大 我花了花了多少钱 你得怎么样 我跟你在你身上 用了多少多少的钱 每个月奶粉 多少多少钱 学费多少多少钱 在你的嘴巴里面 从来都是这些东西 有什么东西关于感情吗 我没有说什么来粉 我自己想想吧 哎呀 你真的是太能装了朋友 你哦 哎呀